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宝运楼 也是故宫中间的一栋西洋 宝运楼原来这个地方 是一个叫做咸安宫 这个咸安宫是过去的 皇子和太子们读书的地方 专门有一个庭院叫咸安宫 那么也是后来一次大火就烧毁了 里面的宫殿烧毁了 就流向了那个咸安门 那里面就是空的了 所以到了民国推翻清朝以后 当时的北洋政府 就准备把东北的沈阳故宫 还有陈德避暑山庄 这都是皇家建筑 那里面有好多的文物 就把那里的文物 全部运到北京故宫 准备集中保管 那么集中过来以后 故宫里面就没地方放了 就要建文物库房 当时就选中了 被烧毁了的咸安宫遗址 这里面就建了后来的宝运楼 宝运楼建成以后了 这一座宫殿呢 就给人看去有点奇怪了 它外表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叫咸安门 它外表上面还保留咸安门的 原来的宫殿式的那个大门 然后进到院子里面呢 就是宝运楼 就是一栋完全的西洋建筑 这一座西洋建筑 它的外表看是两层半 实际上是三层 它底下呢是半层 再下去又有半层 就是地下室有一层 然后上面有两层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象 两层半 为什么是建成这个样子呢 还是因为文物保存的需要 因为当时从那边运过来的 文物的数量很多 第一它要有足够多的房间 第二呢 那个时候已经有现代的电器设施了 所以呢这个建筑呢 就建成西洋式的 里面都是装的 当时最先进的现代的设施 这座建筑的外观呢 当然是完全西洋的 不管是设计这个造型 尺度 细部的装饰 甚至连上面的瓦 都是这种叫做榆林瓦 这种瓦不是中国特色的 这就是外国西洋式的 这就是故宫中间一栋 很完整的西洋楼